好的歡迎回來月世界 那我們回到神之塔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攻略的Part 2 那其實上一次針對角色的屬性跟一些職業部分稍微做個介紹 那再來的話就針對角色的整個能力值提升部分 也做一個Part來去跟各位做分享 那如果說你沒有看過那攻略Part 1的話 我會在資訊欄下方放上這個第一集的連結部分 可以成功各位做參考 那角色升級的話我們可以透過成長的方式來去做運用 那成長它分成神水連接、三色金水管、神水祝福跟太初寶珠部分 神水連接它其實就把其實所有角色上陣只能5個 那它分了在這裡的話就是分成進階跟等級部分 你可以進行升級 那每最高兩個層級相差不能超過20等 所以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假設我最高是185等的話 我想再升到186 我必須再把最低的165升到166 我才可以去做升級的動作 然後再來的話進階部分它也會有一定的限制部分 你就是沒辦法去把單一隻升到極限之後再去升其他角色 所以你會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升級過程中需要的是這個所謂的連接經濟值 然後神水跟這個硬幣 還有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這不知道怎麼唸 什麼魂蜘蛛 咒魂蜘蛛嗎 還是什麼蜘蛛 咒魂蜘蛛 咒魂蜘蛛好了 咒魂蜘蛛是你透過這個所謂抽卡過程中 不同的等級角色它會給予不同的那個數量的部分 那咒魂蜘蛛除了應用在這個等級 進階突破之外也有在剛剛準備要提到的太初寶珠那一塊 也需要用到 所以你會非常缺大量的咒魂蜘蛛 咒魂蜘蛛 不知道是咒 你就魂蜘蛛好了 魂蜘蛛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唸 唸錯被人家笑 好魂蜘蛛 所以記得 各位 這個所謂的神之塔跟其他遊戲不太一樣 它不需要每隻角色個別等級去做提升 你只要這個位置上 它是 它就會固定是這個等級部分 那 假設這樣子看好了 假設我要去挑戰 你看喔 開始冒險 我可以選擇 拖拉的方式 把這隻角色的位置換過來 但等級不會變 那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覺得說 因為我這隻角色輸出的不夠量力的話 不想換一隻角色 所以換下這隻之後 這隻角色就變成185 那 角色等級是根據這個上面的位置去做那個 防死的 它不會 需要你在耳外練其他角色等級的部分 這也是這個遊戲比較優勢的地方 你不需要再 擔心說資源會溃散 沒辦法練很多隻角色 那主要就是五隻角色在輪這樣子 這是神水的部分 所以各位特別注意一下就是說 剛才提到五個位置 然後升階的部分 跟升等級的部分 是靠這方式 再把這個位置 角色等級的 應該是角色的能力值做提升 然後來去 它會強化它的生命值 攻擊力跟防禦力這一塊 那你做 那你做 主要的突破之後呢 你就是 等級到之後 你的 魂之珠素量也夠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做突破 突破 沒有任何限制 但是你是道具要足夠 而且突破為限制就是 各個階級之間不能超過太 我記得不能超過它 假設你現在是S級 你要往上升的話 就所有角色都必須在A 應該要到S之後 你才可以在往上做突破 沒有辦法說差距很多 就是說今天 假設現在我是A好了 我對說就能升到S 那我S想要再突破的話 我就要把其他角色的這個部分 都升到S之後 我才可以再往上做突破部分 還是差A1 我也忘記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 你可以去試試看 它可以讓你去點這樣子 不過你也會缺很大量的柱子部分 所以說你也沒辦法說 單純的衝同一隻角色這樣子 這邊是神水連接部分 再來的話 三色清水管 它把它分成力量 敏捷跟智力部分 那你可以看你本身 我覺得 對神之塔玩家的角色來說的話 不太可能單純直練力量 或者單純直練敏捷 或者是智力的角色 你可能必須均勻做發展 所以這塊的話 既然它也會給你相對應的水晶部分 然後你可以透過水晶方式去把能力值做強化 那講 它 你把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屬性都強化之後呢 它有個部分 就是力量 只是否坦克跟戰士的職業 敏捷部分則是針對暗殺者跟遠程部分 那我們的智力則是針對魔法師跟輔助部分 那這裡的話呢 它會有三個屬性 你右手邊這裡會有一個綁定動作 如果你已經來到A級 你可以把它做綁定 綁定之後 你就 它就 你就必須 假設你要更換能力值的話 你的消費那個水晶部分 就會再多一點這樣子 但是它要求就是 假設你要到全部屬性都達到A級之後 它才可以做決心 所以 相信 你想要把這個所謂的精水呢 練到最 比較高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必須要花很大量的水晶之外呢 你還需要把 已經A的部分把它給做綁定 然後它還有分能力值部分 它會有一個 那個 登陸值部分 你可以去看你想要的 比方說可能是比較 輸出性角色可能是需要攻擊%啦 或者是有些角色是 它是近戰 它需要防禦力 那它也需要暴擊等等 你就需要這三個這個 所謂的能力值部分 所以說你不 光只是要洗到A而已 而且你要洗到相對你想要的能力值 你的整個角色的體現才會更強一點 但我建議你可以先把它全部洗到A之後 做突破之後 再去洗你的能力值 心目中心移的能力值部分 那再來的話 神水的祝福 神水祝福的話 它需要太初寶珠做連線之後 即可獲得喔 所以說變成你 神水祝福的話 它的等級是需要你在 太初寶珠中去獲得連線之後 才可以去 把那個祝福等級往上做提升 那所以太初寶珠升級又不要相當重要一點 它同樣分成不同屬性喔 所以升級太初的寶珠的玩家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 你當下想要練的哪一個屬性 你先必須集中資源在某一個屬性之上 假設你是練黃色 它這裡都有套用的夥伴 你可以看一下 這幾隻角色是不是你目前會想要練的角色 假設像這個所謂的快船 是你就是比較強勢角色的話 當然我覺得快船是比較偏向於強力輔助型角色 而不是你阻力輸出型角色的話 我覺得黃色就沒有非得已掉鏈 反倒我覺得在紫色這一塊啊 像這個所謂的加拉加 或者是說這個坤 這個賽奇爾部分 或者是這一隻角色 它都是滿偏向於輸出型 而且是單一角色 這個暗殺者算是滿強的部分 那這隻是遠程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刺的部分 刺的部分的話 目前來說的話 比較強勢會是紅臉部分 不過現在看到後面來說的話 目前來說 並沒有特別的需要去把它練起來 因為來到中後段來說的話 紅臉來說並沒有非常強勢的 閃亮的表現部分 再來的話 輕 輕的話我覺得這隻角色還蠻好用 搭配前面這隻角色 因為其實角色太多 我不知道那個名字怎麼唸 這是不知道什麼 這兩隻都蠻好用 還有這一隻 但我覺得來到中後期的時候的話 這兩隻角色算是蠻亮眼 如果說你想要投資的話 這一塊也可以做投資 然後再來的話 綠 綠的話這一隻角色也蠻好用 然後我覺得 這個令我蠻喜歡的還有這隻角色 這個 這隻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去把它寄出 它的名字部分 所以 基本上看起來說的話 我覺得比較強勢 隊伍是紫的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青跟綠的部分 可以供各位做參考 那黃的話會比較後面一點 那要升級的話 你必須要要這個混之珠部分 所以說你 呃 就變成說你要適時的適當的去抽角色 而且在往下做升級動作的時候 你還會需要一些 技能書部分 那技能書你有時候 只有在過這邊的第三層可以拿到 其他的話你必須要透過 賞點方式才可以取得 所以 要升這個太初寶珠也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它必須是 呃 都有點到相對應需要的那個 等級之後 你才可以往下一階層去做連線動作出來 所以我覺得 嗯 基本上來說 太初寶珠可以點就點 那不能點的話我覺得 我會建議先把 呃 所謂的等級突破往上做提升會比較好一點 去做體現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 這 就是我們的研究所部分 研究所也一樣 推薦各位玩家一定要 注意你自己本身 目前在練的是 隊伍是哪一隻的部分 哪幾隻重要角色 那他會 自己去做分 算是分類嘛 那你 他 你就必須看你在練的角色是哪一隻 像去越次艦目前來說 比較強勢的是 我的 坤 你真是坤嗎我都忘記了 反正就是賽奇爾 跟這個加拉加部分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就會比較著重在於 這邊的 呃 那個所謂的點級部分 但我覺得我推薦的話 我覺得快傳也可以點 但是快傳這裡的話 畢竟只有四隻 我覺得CP值不高 你就可以自己去考量 那 那這個的話 我基本上就不推薦 因為裡面 並沒有半隻角色 是中後期 比較 必備或需要的角色 當然這隻角色 好抽 但 好像也沒有那麼強勢 那來到這裡的話 這裡也沒有特別需要 我想要去點的部分 除 硬要說非常強勢的話 應該是狩獵者跟這個長槍部分 這兩隻隊伍 我覺得你只要各 某練 呃 專門某一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 單獨挑 所以我會推薦 狩獵者長槍 還有 這個所謂的 探索者部分 請你先找一隻 某一隻角色 比較強勢的部分 去做 呃 主力輸出去做培養 然後並且把所有資源 陰注在同一隻角色之上 這是我對於這個研究所部分 給予各位的建議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 所謂的紀錄保管室 各位在 呃 練角色的過程中 你會做突破的部分 那偶爾來到這個紀錄保管室 去看一下有些東西 是可以去把它去做 呃提升部分 記得要把它提升 那你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你套用能力值部分 不多 我覺得也不多 但是它可以 增加非常少的硬體 加減輕 就是 就是 少少 少少的能力 慢慢的累積 這樣子 好了 以上是目前的越世界呢 針對神之達攻略 part 2 進行 各位分享 那喜歡影片的人 不要忘記幫越世界影片點讚 還沒訂閱專門 幫越世界點錢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